南无本师释迦玛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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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坐 大家请坐 各位 那我们就是今天 就是说到 《阿弥陀经》的主要内容 因为之前我们讲《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社会国旗树级孤独岳余 大比丘众1250人区 一直到无量诸天大众区 举列了当时佛讲述《阿弥陀经》的情景 当时佛在社会国旗树级孤独园的时候 有什么人呢 有1250人的常徐众 还有长老舍利佛 摩可穆建连等等 十六尊者为首 除了《声民众》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菩萨 文殊施理菩萨 阿日多菩萨 有无量菩萨 亦都有无量诸天 以及大众 统阔了当时佛讲述《阿弥陀经》的时候 有什么人存在呢 有菩萨 有声民 有诸天 有仁天大众 即提缓恩等等 以及人天大众 都在的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 都有一个开场白 其实这一段文来说 在佛教里说 经家的聚述 是结习经的人 描述当时的情景 是这样的 亦具备了什么呢 六种的成就 有内容 如是就是以下经的内容 还未说出来 以下经这一部经的内容 我问 柯兰尊者亲从佛问 所以 因为佛经的结习 是柯兰尊者众出经重的 讲述出来 如是我问 是两种的成就 一时是那个时间 当时 上一次也说了 为什么不用某年某年月日时 因为年月日时 随着时代变迁 年月日时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们就用一时 不用说随着时代变迁 就算是当时 就算现在 都有不同的时 比如有时 我们就算现在来说 你用二十四个小时 一时 对不对 你用 即是十二个小时 一时 比如说 九点 上午九点 晚上九点 说不清楚 对不对 当然 现在 时间短 可以问你 上午下午 不是吧 但是如果 如果写下去 你怎么知道当时是用 上午九点 下午九点 一是二十四点的 今天 就是上午 但是九点 也有机会 十二点前 也有机会是下午的 直到十一点 上午十一点 半夜十一点 一时半夜十一点 半夜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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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问人 所以就算现在来说,这些已经是一天,日夜24个钟已经是紧了,但是呢,有时都会有混淆的。 所以这样,不要说当时的那个,在印度来说,那个政权就是各有分立,可能当时他们的不同地方的导行粮,那个计算方法都有不同的。 当时已经有了,何况流传到后世的时候,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年代各有不同。 所以佛非常有智慧,他就用什么呢? 他说,以后这个时间就用一时了,就是那时候,当时。 佛有因缘说法,就是基感相应的时候,就是佛说法的时候。 讲经说法的是谁?佛,所以佛在某一个地方,有地方,是吧? 要有听众与大比丘众,与大比丘众1250人,以及与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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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之外,只是小圣人吗?只是声闻吗?不是,还有菩萨。 显示这部经,不是小圣的经典,还是大圣的经典。 为什么呢?他有菩萨。还有诸天,还有人。 也说明,世间的众生都可以认识。 为什么呢?世间的众生,你不是菩萨,又不是声闻人。 那你是什么?你是凡夫的人,天大众,都适合听的。 所以从这个听众之中,我们会知道那个广阔。 至少我们是哪一众啊?我们是凡夫,我们是人。 人对吗?对。 为什么呢?当时有人听,现在的人都对。 所以是凡夫听了之后,都可以受益的,都可以用得着的。 这就是当时那种六种的成就。 因为具备这六种的条件,所以就有佛法,有以下经文的出现。 经文的出现,当时就是佛用口讲说。 佛人灭之后,就是阿难尊者在结习经典的时候, 就用文字将它记录下来。 好了,我们不讲当时如何去结习, 这里不去讲它了,与经文无关的。 好了,那一段,上星期讲的那段是什么? 就是属于罪分, 亦都是经假所罪的。 即是说,结习经的人将它描述当时的情景就是如此这般。 那经文下面说呢? 以时佛告掌路舍尼佛。 佛呢? 一直到后面的经文,至到六方佛之后, 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 其实这一大段的经文,这这么多页, 不知大家手上的经文有多少页, 可以说是属于正宗分。 所谓正宗分者就是这一部经所讲的主要的内容。 主要的内容。 之后还有什么? 讲完正宗分之后还有什么? 流通分。 或是鼓励听经文法的人, 你们要好好医教去奉行、医住去修行。 亦都应该将此经典流通于后世。 这个是一个总结。 祝福了。 这里是流通分。 我们讲到流通分才介绍。 这一大段经文就属于正宗分, 主要的这部经主要的内容。 所以在这个内容当中, 阿弥陀经, 大家要知道它是介绍, 主要是介绍阿弥陀佛, 这一部正部的庄严。 简单说, 就是介绍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环境如何? 环境。 环境是什么? 医部。 正如我们这个世界, 苏默世界都是医部。 是谁人的医部, 我们这些人的医部。 住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地球就是我们的医部。 你依着这个地球生活的。 不止这个地球, 你住在香港, 香港的环境直接影响我们的。 好与不好, 苦与乐。 这是一个果报。 果报是什么? 我们的身体是正式受报的地方, 正报。 环境呢? 就是什么? 医部。 我们医着这个环境, 居住。 医着环境, 而感受苦与乐。 这个环境。 所以, 这是医部。 因此, 在《阿弥陀经》主要介绍阿弥陀佛, 正报和 极乐世界的医部。 各个环境。 医正的庄严情境。 极乐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阿弥陀佛是一个怎样的阿弥陀佛。 有什么好呢? 就是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 所以以整部极乐世界来说, 整部的阿弥陀经就是介绍阿弥陀佛所成就的极乐世界的医部, 正部的庄严。 正部是什么? 就是指阿弥陀佛, 以及诸大菩萨。 就是以阿弥陀佛为主。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里教化。 亦都我们熟悉。 你说, 那里的极乐世界的众生, 怎样怎样, 都会说到。 但是没有指明哪一个。 为什么不指明? 指明你认识吗? 还要去介绍那个什么人? 是不是? 就是知道极乐世界的众生, 正土的众生。 但是我们熟悉的, 在极乐世界之中, 我们最熟悉的是谁? 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的正部, 以及大众, 正土众生的正部是怎样的。 先从依部讲。 所以在这里来说, 红色的字就是, 下面这一段经文主要表达出什么呢? 我们在佛教来说, 叫做科文。 科文呢, 就是分段分章去讲出, 先有一个小题目, 在经里面没有的。 是过去研究经的人, 一部经那么长, 我们将它分为, 一段一段分析它。 所以首先, 就是一种讲出, 绝对世界的医部正部的功德。 功德是什么? 善果的成就。 如何庄严呢? 所以在这里来说, 以时佛教长老舍尼佛,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名义极乐。 字面上简单清楚, 当时这么多大众混习的时候, 在奇树级孤独园, 佛看到这么多人混习,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为大众讲说。 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 《阿弥陀经》在诸经当中, 它的结构比较特别。 一讲完大众, 有多少人直接, 佛就叫射利佛。 射利佛, 佛告射利佛, 佛告射利佛。 为什么呢? 主要叫一个人的时候, 其他人就会打起精神, 和射利佛说什么呢? 射利佛又没有问他。 因此, 《阿弥陀经》在众经当中, 那么多经典当中, 它是属于什么? 无问自说的。 不要等人问。 为什么不等人问呢? 正义上证诺, 没有人会问。 但是众生和阿弥陀佛有缘, 所以佛觉得, 应当将简易的正土法门介绍给众生。 所以不待众生闻, 而佛先为众生讲说。 因缘是折道的时候。 因此, 当时佛就告数长射利佛, 开始告诉他,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由我们这个世界向西方去, 西面去, 经过十万亿佛土。 那里有一个世界, 中间经过一个世界, 又再经过一个世界。 一个一个世界, 相隔多远? 我们就用什么? 用我们熟悉的想象。 如果你说一个星球等于一个世界, 十万亿佛土, 星球与星球之间隔多远? 不是火车道, 不是飞机道, 是什么道? 是火箭道也好, 有时火箭道也未必到。 是吗? 所以, 经历了这么远, 那么远, 那么远, 十万亿里都不得了, 十万亿个国土, 在这个宇宙之间。 距离我们这个极乐世界, 那么远的地方, 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 所以说出, 这个极乐世界的来, 这个有一个世界, 就叫做极乐世界。 所以, 在这一段来说, 就是说明正土所在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的西面, 从西而去, 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 因此, 为什么叫舍利弗? 舍利弗就是这一部经的当机众。 为什么这么多人偏偏叫舍利弗? 有穆建年, 有加千言, 为什么不叫? 就是叫舍利弗, 因为舍利弗智慧第一。 亦都暗示出, 因为舍利弗在声闻比丘当中, 声闻众当中, 阿罗汉当中, 智慧第一。 亦都展明出, 暗示出, 正土法门, 难解难信。 只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才能领略到。 所以, 如果智慧不够, 听正土法门, 不容易相信。 为什么? 难解难信。 哇, 有没有一个世界在那么远? 距离我们那么远? 所以, 我们不相信正土法门的人, 可以说, 智慧不足, 尤其是在过去。 所以, 舍利弗在场。 因此, 佛就以舍利弗为当机。 为什么? 给予人一个信心。 你看看, 舍利弗这么有智慧的人, 去到信了。 他毫无疑问接受。 因此, 在大众的菩萨当中, 举列出四位菩萨。 第一个, 就是文殊思理菩萨。 文殊思理菩萨是谁? 文殊思理菩萨自为第一。 因此, 就是在菩萨, 智慧第一个文殊菩萨在场。 摄利弗在场。 所以, 显示出, 正土法门需要一个智慧。 需要有智慧的人, 才容易, 容易信仇。 而大众听到, 摄利弗在场都信了。 文殊思理菩萨, 那么有智慧, 大乘的菩萨, 小声闻的摄利弗都信了。 我们都应该, 听下去都没问题了。 所以, 在这里来说, 摄利弗是阿弥陀经的当机中。 一般来说, 佛说法也有一个弟子作为啟问的动机, 然后佛应他所求而讲说, 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延续下去成为一部经。 我们上次就举出, 好像《金刚经》这一类。 但是这一部经是无文字说的。 所以, 因为正土法门非常之深, 但是众生不知从何闻起。 好了, 经文里面也说, 从事西方过十万人的佛土, 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 说出地点所在。 是西方, 所以西方正土就是以极乐世界为代表。 为什么? 我们最熟悉。 西方指不指极乐世界? 不指。 不过, 那么多世界之中, 我们最熟悉。 是吗? 好了, 极乐世界里面有什么? 有佛在这里教化。 所以祈祷有佛, 这尊佛是什么? 《毫阿弥陀,今现在说法》。 这里标明, 极乐世界有佛在这里教化。 哪尊佛在这里教化? 阿弥陀佛在这里教化。 正如我们这个世界, 哪尊佛在这里教化? 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教化? 当时佛在。 所以, 也说明,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是现在, 今现在说法。 现在, 阿弥陀佛就在极乐世界, 为极乐世界的众生说法。 所以, 今现在说法。 显示, 阿弥陀佛不是过去过去无量劫前的佛。 如果我们听过佛经的故事, 譬如说, 闫灯佛, 过去释迦牟尼佛修行的时候, 直遇闫灯佛, 过去佛。 当然, 过去了, 闫灯佛还有没有? 有。 但是, 阿弥陀佛来说, 是现在, 正是中美入列的, 现在, 就是在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做什么呢? 为众生说法, 教化众生。 所以, 这一句就说明, 极乐世界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 说明, 在他做什么呢? 为众生说法, 在这教化众生。 说明, 阿弥陀佛, 就是, 阿弥陀佛的众生当中, 以哪个为主要? 而阿弥陀佛作为一个主体, 就是介绍阿弥陀佛。 斯利弗, 彼土何故名为极乐, 其各众生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这个很简单, 文字上我们不难解释的, 是吧? 说出, 这个是依暴正暴的庄严。 先说说, 极乐世界的环境先。 环境是怎样? 彼土, 就是说, 那一个过十万亿佛土的西方世界。 那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呢? 那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呢? 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呢? 叫做极乐呢? 因为那里的众生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只有乐而无苦, 所以叫做极乐。 所以这一段就是解释什么呢? 因为这个极乐世界的环境一种, 就是说, 大概一种, 起码就是这一句话给大家知道, 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呢? 所以,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无有众苦。 那我如是显出, 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 种种苦。 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冤争慧苦, 五因此胜苦。 这个是, 坦白, 一说起, 我想没有什么人不认同。 现在有没有? 现在没有, 但是随时都会有。 对不对? 求不得苦有没有? 没有, 现在没有什么要求。 现在坐在这里听经, 求不得苦就说, 你没有笔记给我? 没有, 求不得了。 很苦吗? 不是很苦, 有点失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苦乐是相对的, 我们这个世界中苦充满, 有没有快乐? 无有种苦。 极乐世界, 相反的, 但受珠乐, 珠乐不是一种快乐, 而是很多种, 就是走过碰过, 都是快乐的, 无有种苦。 我们这个世界, 有没有乐? 有, 短暂的。 所以, 我们这个世界, 从四帝苦集灭道当中来知道, 世间人, 世间众生的本质是苦, 人生的本质是苦。 有没有快乐? 有, 短暂的。 为什么? 你日日快乐的话, 又没有什么味道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满足, 又有不满足的快乐, 又有那种不满。 不满足, 对吗? 我举个例子说, 如果以前, 我们很少去五星级的酒店喝茶, 没有说住了, 旅行去惯了, 住的就是五星级了, 以前随便有一个宾馆就住一下, 现在住五星级了。 当去旅行, 再住五星级, 开不开心? 开心。 不过呢, 懂得要求了, 正常的嘛, 豪华团嘛, 是不是? 懂得要求了, 不够级, 不够级素, 是不是? 未够, 为什么? 房也不够阔, 床单也不够干净, 是不是? 哇, 还有地线, 这么多职的, 怎么着不升级? 但有计较了, 是不是? 计较多了, 为什么? 有没有苦啊? 为什么? 这个是下不下? 下不下? 下不下, 下不下, 下不下了, 下不下了, 就变成什么苦啊? 坏苦啊, 这种忍不起我们的快乐。 所以, 我们这个世界, 中苦充满。 所以, 苏婆世界来说, 我们的众生, 在物质上来说, 依直住行不足, 精神上有, 求不得苦, 冤争会苦, 爱别离苦等等。 所以, 我们的八苦, 在人生来说, 生老病死, 是一个人的历程, 身体上有的。 那, 为什么呢? 在自然界来说, 有一种风吹雨打, 寒冷啊, 炎热的苦恼。 所以, 在极乐世界来说, 有没有? 生老病死, 我们也没有的, 在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莲花化生, 有没有在胎育的苦啊? 说真的, 当我们未出生的时候, 已经先苦了, 不过不记得了。 在胎里面, 你想想, 把布袋包住自己, 多辛苦, 是不是? 把房间困住你, 叫你三天不出来, 你也辛苦了。 有没有食物? 有, 在窗口, 拿些东西给你吃。 辛苦吗? 辛苦的。 其实, 不是很辛苦的, 这么大的空间。 有一间五十尺的房间, 多好, 但是, 苦不苦? 没得出来。 何况, 你在母胎里面, 的确, 为什么胎叫做胎育呢? 不是想出来就出来。 是不是? 不是想出就出。 既然不是想出就出, 是不是一种育啊? 像监狱那样。 为什么? 住够十个月才出来。 所以, 在极乐世界有没有? 没有, 莲花化生。 如果念佛念得好的, 即去即生。 包开见佛。 没有这个胎育的苦。 尚去庄严了。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衰老的老苦? 没有了。 因此, 有没有病苦? 所以, 生老病死都没有。 为什么? 极乐世界的众生, 寿命无量。 阿弥陀佛当然是无量寿的。 众生的寿命亦伏如是。 不会死? 不是。 寿命无量。 所以, 我们能够成就, 一生可以承办将来。 所以, 极乐世界的众生, 多数都是, 阿弥陀佛自不退转。 多数都是什么? 即将成佛的菩萨。 有钱入心, 现在我们心不起。 是不是? 为什么时间不够? 除了懒惰之外, 蟹态懒惰之外, 这是一个原因。 当你很努力, 你也不够时间。 也不够时间。 但是, 到了极乐世界的众生, 寿命无量。 所以, 可以什么呢? 就是, 可以即将成法。 到了那时候, 生死已经至于道爱, 所以没有什么? 死的苦。 有没有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冤争会苦, 五阴四平, 都没有了。 那八种苦, 我们就可以消失了。 所以,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有种种快乐。 这就是说出一种, 总括来说, 极乐世界之所以叫极乐, 就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原因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两个东西经常走出来呢? 我不插, 它又没有了。 好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苦虜呢? 哎呀, 苦虜没有了, 好好的又走出来, 弹一件事出来, 遮遮大家。 好了, 算了, 而报恩怨是这样, 接受这个依报了, 是不是? 看得不顺畅的。 好了, 那下面呢? 下面的经文呢? 我们就说出, 分别, 说出, 跌落世界有什么庄严啊? 就是说出, 分有五个段落去说出, 在经文里面可以分五个段落, 彰显出, 即是表示出, 彰显出西方正土, 它的环境有五种的微妙, 庄严的得想, 都是功德所成的, 例如七重蓝巡, 七重罗网, 七重寒树, 就是什么? 是蓝莽杭树的, 这个, 蓝莽杭树的一种微妙, 其次呢, 七宝池, 八宫得水, 是不是? 这个呢, 亭台流角, 因此呢, 这个是赤角莲花的庙, 莲花是什么? 莲花呢, 七宝池, 八宫得水, 那个莲花呢, 青色, 青光, 黄色, 黄光, 四种颜色的光, 还有呢, 大鱼车轮, 还有呢, 结落世界的众生, 各国呢, 在清晨的时候, 各以清淡, 朝早晨早的时候呢, 就是, 众生呢, 就是以花, 供养他方诸佛, 各以依格, 圣众妙花, 供养他方, 十万亿佛, 即以食时还道本国, 他们呢, 就是用花, 用音乐, 供养诸佛, 这个就是, 经文是不是有这一段呢? 有的, 还有呢, 结落世界的众生, 有什么呢? 白鹤恐雀鹰母, 蛇灵加灵瓶, 共鸣之鸟, 那些小鸟, 发出什么音声呢? 靓的音声, 微妙的音声, 这些小鸟, 我们人生所熟悉的, 听过的, 都欢喜, 都觉得这些小鸟好的, 肯定不是乌鸦, 不是那些空残的鹰, 是吗? 是吗? 恐雀啊, 鹰母啊, 人喜爱, 令人喜悦的, 但是这些禽鸟是怎么来的? 阿弥陀佛欲令发音酸流, 变化所作, 对吗? 所以是化琴, 阿弥陀佛所发现的, 非琴, 雀了, 众生说法, 有情众生说法, 是什么? 戒法, 念佛, 念法, 念僧之心, 生起念佛, 念法, 念僧之心, 我们平时呢, 有没有那么好? 当然没有啦, 是不是? 偶然听到那些小鸟的声音, 愿意的, 难得一言一文, 是不是? 你可能要去到郊野行山, 上到大嶼山, 才能听到, 就觉得笑了, 是不是? 但是, 结果世界呢, 着了说法的音声, 还有呢, 微风吹动, 微风吹动, 那些寒树呢, 七宝寒树发出你的音声, 微妙的音声, 那些音声呢, 亦都令到众生呢, 听到舒适的, 都是令到众生, 听到那些, 真是风吹草动, 风吹树叶, 发出的音声呢, 成为一个交响, 这个交响呢, 亦都令到众生呢, 生起念佛, 念法, 念真的心, 就是说, 有情无情, 都可以说法, 都令众生呢, 生起, 念佛, 念法, 念真之心, 所以在下面的经文呢, 前半段的经文呢, 就是说出, 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淨土那种庄严, 淨土好庄严, 好庄严, 但受诸乐, 无有众苦, 有什么乐呢? 说出了, 令众生能够对淨土多些认识, 从而对淨土产生什么呢? 信念, 因咬之心, 所以在下面的经文呢, 大致上可以分为这五段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介绍这个伊布的庄严了, 又四利弗极乐乐土, 七重兰顿, 七重罗网, 七重寒树, 亦是什么呢? 亦是四宝周集围绕, 事故彼国, 名为极乐, 事故彼国, 就叫做极乐, 事故彼国, 名为极乐, 这个字可能打错了, 所以这一段呢, 就在五种的, 淨土的五种, 伊布庄严的相好当中, 第一种, 蓝莽杭树, 七重蓝盾, 七重罗网, 烂是什么呢? 现在, 在我们现在来说, 不难理解的, 为什么不难理解呢? 其实我们的环境也挺好的, 对吗? 虽然香港人, 住的环境很逼劫, 对吗? 多间房都逼逼劫了, 有时三房一厅, 一个大房加三个小房而已, 对吗? 的确是, 但是呢, 在香港来说, 也有很多, 好的地方, 你去到一些公众的场所设施, 去到一些什么, 例如现在的所谓的商业中心, 对吗? 那你走进去, 是不是一层层的篮杆? 篮呢? 就是篮杆, 但是在过去来说, 印度当时, 你要知道, 印度当时, 也有难和的, 你要想一下, 几十年前, 现在是几千年前, 二千多年前, 但是现在说, 周围都有的, 说真的, 在印度当时有没有呢? 可能都有, 皇宫里面有, 不多的都, 固有的人家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 是不是? 庭台楼角, 哇, 好厉害的了, 有多少人有? 少, 一般的民众有没有机会看到? 没有, 没有, 一般的人民, 可不可以去到皇宫啊? 等我去参观一下? 当然不行, 是不是? 看的人极少, 好了, 皇宫没有得去, 去有钱人那里看看吧, 都没有, 但是现在呢, 我们家里有没有? 没有, 但是周围都可以看到, 是不是? 当你去到, 哎呀, 什么的, 什么的中心, 什么的中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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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我们家里没有, 几百尺, 怎样做这么多栏杆啊? 这么多栏杆都没有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享用到, 你会见到, 所以这个呢, 这些景呢, 我们现在看不出奇, 但是你要知道, 佛讲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呢, 二千多年前, 哪里有这样的环境啊? 怎么作出来啊?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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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讲说, 就是有七重栏杆, 一重一重, 不是一, 不是只是说, 啊, 就是这么单单的一重, 很多地方都会有, 栏杆是什么呢? 就是栏杆, 栏杆是遮住的, 就是每一个栏杆下面都有些装饰, 是不是?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环境了, 还有呢, 七重罗网, 上面的挂饰, 现在我们去到商场里面, 都有很多挂饰, 尤其是你现在去更多, 为什么呢? 就是过年啊, 圣诞节啊, 什么什么啊, 种种的挂饰, 罗网是什么呢? 种种的庄业, 上空的庄业, 就是空间的庄业, 七重杭树, 花草树木的庄业, 杭树排列齐整, 那我们有没有杭树排列齐整啊? 多棵树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现在都会有, 多少都会有, 哎呀, 电力不足了, 为什么会电力不足呢? 为什么电力不足呢? 不会电力不足的, 差了很多电的, 不会电力不足, 我先拿个手指, 幸好有大手指。 好, 不要紧了, 你弄好才拿来, 你弄好才拿来, 好, 好, 所以, 我们就是, 在烂盾罗莽的庄业, 这是一个福布, 有福的人有福布的点绝, 这个罗莽是什么? 是悬挂空中的一种饰物, 是一行一行的排列, 这个烂盾七重罗莽七重罗莽 就是从从无尽, 周围都有, 是装饰的环境非常之庄业, 这个是什么? 所以, 阿弥陀佛的修行所成就, 过去为法藏比丘之后, 不是做了法藏比丘之后, 即刻成佛, 亦都经历无量劫的修行, 所以, 这是阿弥陀佛修行的功德所成就的, 当然, 极乐世界的众生, 他能够念佛往生淨土一, 都有这个福, 都感受到这个福, 所以,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环境的庄业, 所以, 极乐世界的七重难盾, 罗王, 杭树这些衣布, 都是什么? 都是七宝所成, 都是四宝所成, 金银流利, 车渠马佬, 四宝所成, 是远远胜于世间的事物, 因为宝物所成, 这是一个象征着它的尊贵, 所以, 从事上来说, 当然, 从事上来说, 我们不难去理解, 就是这么美丽的一个景, 其实在佛法来说, 任何的事上都有它的原理, 都有它的表征, 在佛教来说, 叫做表法, 表法是什么? 代表了佛法的意义, 什么意义呢? 从理来说, 从理来说, 代表了佛法的意义, 七宝难蠢, 七宝每一样东西都七宝, 是印度人, 他们的文化, 欢喜以七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吉祥的数字, 就像我们中国人, 欢喜用三, 三是什么? 无从, 无尽, 多, 代表了多。 或者, 在这里, 在这里来说, 七是什么? 表示七科的道品, 七科道品是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三十七道品, 四念处四, 正勤四神足, 五根五力, 七菩提饭, 八成道分, 不过在这里, 没有明显的表达出来, 所以到后面的经文, 着料的音声是什么? 演唱什么? 五根五力, 七菩提饭, 八成道分, 对吗? 都是, 所以令众生听到音声, 都能够发挥出什么呢? 发挥出自己, 生起念佛, 念法, 念僧之心的。 感觉是一些经文字吧? 没有问题。 没问题。 点声的是, Wochenende。 没有问题。 你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十七道品很重要 所以三十七道品为何称为七科呢? 就是说三十七道品可以分为七大科 七大类 七大类是什么? 四念柱 四正勤 四神竹 五根 五力 七菩提分 八成道科 所限就是七科 七科来说都是我们学佛修行的人 是要用功修行的内容 所以因为有这些修行 有七科道品的一种修行 才能够感现世界的一个微妙清静的庄严国土 四宝 所谓七重蓝树 七重罗网 七重杭树 都是四宝所成的 四宝是什么? 在外在来说金银车渠 金银流离玻璃就是 那就是这些 但是这些是世间的宝物 代表了我们本身应该要本具有 常乐我静的四德 内容呢 八正道 这个三十七道品 我们不详细去解释它了 其次第二个段落 经文第二个段落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七宝池 八宫得水 莲花的微妙 第二种境界 第二个环境 就是一重一重 告诉我们最初 哇 看到绝对世界里面 七重楼网 七重杭树 还有七重蓝顺 七重楼网 七重杭树 四宝周集围绕 是不是 哇 真是好 那现在呢 是什么呢 第二种境界 第二种境界是什么呢 如果什么境界都是一样 又未必好看 哇 这个境界非常之好 就是什么呢 又社里佛 对社里佛说 结落国土 有七宝池 八宫得水 充满其中 自体唇以金沙堡地 四边街道 金银流离 玻璃合常 尚有楼角 亦以金银流离 玻璃车区 而鹽色之 池中莲花大如车轮 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微妙香结 摄里佛结落国土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第二种 一个种 第二类 一共有五 我们分为五段 第二段 第二段 就是说七宝池 八宫得水 又有楼角在空中 这个环境是怎样的呢 七宝池 这个 在结果世界有一个七宝池 七宝的莲花池 这个莲花池 当然就是出生莲花 所以这个莲花池是什么来的呢 很重要的 不是一般的莲花池 这个莲花池 从外观来说 七宝所成 金银流利 玻璃车渠车 猪马路 珍珠等宝 这个七宝 这个七宝 七宝 七种都是珍贵的宝物 围绕着 我们的池是什么 天然的池 就是泥土 石 形成 自己做的池 就是什么 都是砌上去的 但是那是七宝所成 表示一个珍贵 为什么 是福布 所以这个池呢 作用是什么 池 就有水 所以这个池 水是什么呢 八宫得水 池中充满了 没有水的怎么叫池 但是这些水不是一般的水 八宫得水 所以为什么这个池叫八宫得水呢 里面八种的功德呢 就是八种的功德 第一 晴静 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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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没有污染 没有污染 我们的水 这个世界的水 是不是容易有污染 有污染 为什么呢 众生有污染 你想想 香港的海域 本来都挺干净 干净 不是百分之八干净 是不是 但是人多了之后 就污染多了 人少住 没什么人 现在你去到一些地方 去旅行 真是晴静 可以看到海底 为什么没有什么人 游人一多 你看下去 哇 可能 什么都有 人倒了下去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 就会有污染 再加上我们本身 业力所感 多漂亮 也好 都是有限的 不过 在我们来说 哇 这个天然的一个池 例如我们去到一些 什么 狗寨沟 说 哇 如镜 镜的海 为什么呢 看到底 照到人 为什么我们所见的 不是这样 你就觉得很神奇 觉得真的很清静 但是跟结果世界相比 相比 相比 所以他具有这八种功德 情直 非常清澈 见底 热静 没有污蔑 还有 清冷 池水清凉 没有热 没有烦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 水是否也是这么清凉 有时热起来 浸在水里也会热 有时热起来 浸在水里也会热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热了 太多人了 那么 金味的 有时我们去行山 喝到一些溪水 你会觉得 哇 那些溪水很清凉 是不是 很甘甜 甘甜的 有没有 有 不多 这也是我们的比较 但是 结果世界 那个水 是金而美 轻软的 可能我们就不太懂 什么叫轻软 大家有没有看到水 你试一下 溪水 用手勃起来 感觉清爽轻的 你试一下 海水 用手勃起来 轻的 是不是 不是说人 整熟了 为什么 它有矿物多 有盐分多 你试一下 你去游水 你去到溪水 当然溪 你不会去游水 你摸下去的水 舒服 你海水来说 是粒的 重量 有重量的 所以 就显示出 轻圆 轻阳柔圆 不会有一种沉淀 不会有一种凝结沉重 这个水 白宫的水 是什么 润泽的 我们的水 放多几天 不新鲜的水 会变成什么 就看得出不新鲜 你不信 你拿一杯水 放在那里 谁去污染它 看下去 就自然 起码觉得它不新鲜 色泽都不同 所以 会变的 但是 在记录世界的百公得水 不会 安和的 那里的水 为什么说安和 安静柔和 不会突然波涂蜂涌 我们这个世界 譬如说8月15日 在某一个地方观潮 为什么 那些浪 一浪接一浪 海浪好不好看 但是危险 所以 海浪 洪湧的时候 产生危险 亦都令到 在海边散步的人 担心 但是那里是没有的 而且 我们的水 是什么 这里的水 可以随机喝 止喝疗机 当然我们口渴都会喝水 但是有时 渴上来喝很多水都没有 不止渴 那里 你喝水 止渴 喝水 可不可以飽 喝醬了之后 吃饱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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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快就肚饿了 所以 我们这里的水 是枯族的 可不可以令你生长善根 那里的水能够长养善根 那里的水能够长养善根 所以喝了 那里的法公得水 六根名利 善德增长 即是说 这说出 《七宝池》之中 《七宝莲池》之中 《七宝莲池》之中 的水 具有八种功德 美丽的 而 《七宝池》之中 《八宝莲池》之中 是 美丽的 除此之外 《池》中 下面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莲花池 下面是什么 当然是污泥 所以说 莲花出衣污泥而不染 是泥漿 来的 《八宝莲池》 《七宝莲池》之中 纯以金沙堡地 美丽的 不是泥漿一坨的 所以显示了 正土的地质 那个地的质地 纯是金银 真宝所成 地的池底是沙 金沙 所以 在这里 当然 有一种表象 表法当中 七宝池 就是具备 我们修行 具备了七种圣材 是吧 八公得水 亦都要八正理想 我们修行来说 八正道的道理很重要 修行要依八正道 八正道是什么 正见正思维 正语 是吧 还有呢 正业 正名 是吧 正正尽 还有正念 是吧 以後正定 那这个 都是重要的 修行重要的 所以我们透过 八正道的修行 我们才会产生什么 信 戒 文 舍 惟 惭愧 这是七种的圣材 殊性的财富 四面街道 金银流离所成 表示我们 这个 这个土地 都是 圣人所居的土地 表示出 这个四面街道 表示佛的国土 具备了什么 四土 凡圣同居土 方便有鱼土 十部庄贤土 佛所居住的 常植光土 好了 好了 这个我们不要理他了 最重要是知道我们的 莲花池的作用是什么 七宝池就是莲花的 莲花的生处 莲花是什么呢 你要知道 极乐世界呢 极乐世界的众生 极乐世界的众生 在哪里出生的 在莲花出生 所以这个莲花池很重要 为什么 它就是众生出生的地方 因此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我们在收什么 在佛经里面说 在淨土经里面说 极乐世界的众生 在哪里出生 莲花化生 莲花化生 所以没有胎育之苦 生到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你出生 莲花就开了 你就可以见到佛 当然这个是指上品上生 是不是 好了 结果世界的众生 在莲花池 就是众生出生的地方 所以在莲花池周边 很多什么 诸佛菩萨围绕 不过现在 不是说诸佛菩萨的正宝 先说一下这个环境 有七宝池 七宝池里面的水 是百宫得水 而池边呢 是什么 四变阶道 四宝所成 所以有诸佛菩萨的出现 池中里面 当然有什么 有莲花 所以池中莲花 大于车轮 清色青光黄色黄光 清色斜光白星白光 还有微妙而香结 表面看上来 微妙而香结 是形容的花 当然有香结 花有清新的香味 有微妙而香结 这个是形容的花 七宝廉寺 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众生出生的地方 结果世界众生在哪里出生 就在莲花化生 在佛经里面说 莲花 为何众生在莲花化生 的确非常微妙 我们知道人的出生 胎卵濕化死生 人透过母胎出生 但是结果世界众生 不是在众生的胎里面生 是莲花化生 所以说九八莲花是一个父母 是以莲花化生 所以在结果 正祖宗的经典里面说 当一个人听闻了正祖法门 你发心 发心什么 我将来要去极乐世界 对阿弥陀佛有一个信念 原生正祖 将来我要去极乐世界 不是叫你现在去 你说将来我要去 是不是 人总有生老病死 死的时候 将来我死后的去向要去哪里 大家想想 我要去极乐世界 于是你就要做好一些功夫 你去旅行也要准备 准备假期 准备银两 是不是 还有准备签证 去极乐世界要多少银两 不用 要有资粮 什么资粮 我相信有极乐世界 相信有阿弥陀佛 相信只要我念佛 阿弥陀佛便会接引我去 信 想不想去 想 有怨力 于是我要准备 准备什么 念佛 修行念佛法门 既然修行念佛法门来说 当我们发心 有这个意愿 要不要跟阿弥陀佛说 可以 不说也不要紧 自己和自己说 你有这个念 我要发心 修行念佛法门 将来我希望去极乐世界 有恩怨就见到阿弥陀佛 有这个意愿 具备信心 具备愿力 于是实践去行 如何行呢 开始念佛 当你开始念佛的时候 基督律世界 就有一颗莲花 嘟嘟嘟嘟 出现了 只是小孙子 再继续念 这个孙子就大些 伸出些 再继续念 慢慢 所以我们 它的滋养在哪里 七宝年前 八公得水滋养它 那你的莲花 如何可以生长 种子在哪里 我们是念佛的种子 我们是念佛的种子 那个莲花就是我的莲花 你念佛就是你的莲花 也有一颗 如果千千万万人念佛 千千万万莲花 会不会爆棚的 不会 不会 爆棚是我们自己想的 对吗 千千万万的人念佛 莲花都是不增不减的 都一样可以容纳到的 好了 我们念佛生长了 所以我们念佛 越精进越精进越精进的时候 念佛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好处是什么呢 大如车轮 这个车轮 不要想着 是我们看到的车轮 最大的车轮 就是坦克车的车轮 飞机的车轮也有多大 对吗 有限的 这个车轮 他说的是什么 是转轮圣王的车轮 转轮圣王的车轮有多大 真的想不到 没见过 但是如果形容 这个车轮 大如车轮 车轮有多少 油裙那么大 油裙在佛教里面说 在佛教里面说 一油裙小油裙 四十里唯一油裙 直径就是说四十里 四十里是多少 不要理他公理 应理 华理 你想想四十里是多宽 对吗 哇 那个莲花就是这么大 大过一只大轮船 是不是 轮船是长的 莲花 那么我们说 哇 有没有这么巨型啊 这才要知道 极乐世界的众生 身形房大 身形大 我们和极乐世界的众生相比呢 我们呢 就像什么 啊 好像一粒小小 是吧 好像一个小人角 大人角 相比 但在我们来说 小人角的小人来说 小 就是体型小小 他都觉得自己大的 是吧 我们不觉得自己小的 正常 我们觉得我们正常 于是呢 当然这些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 啊 极乐世界的莲花 为什么这么大呢 因为呢 我们要在那里 众生要在那里出生 所以极乐世界呢 我们一念佛 极乐世界呢 就是有我们的莲花 你说我现在年轻 就念佛 几十年之后才去 不要紧 他就生长几十年 一天都在那里培植着 但是呢 当我们呢 有时 进进退退嘛 哎呀 懒惰懒惰 又不想念 越乱越少了 那些莲花呢 本来很漂亮 很庄严的 很茂盛的 很润渣 慢慢的 规摄疾 没有那么漂亮 虽然没有那么漂亮 比起我们 这里都会漂亮一点的 没有那么漂亮 当你自己又发心想想 自己不適合 都要念佛 于是又 慢慢又又再静了 所以如果一直一直 慢慢去 不念了 不念了 慢慢 呼一下呼一下 突一下 小了,会缩水的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功力 令我们缩水 缩水后,缩水后,停止了 没有了 枯毁了 融化了在水里面 好了,何时何时又发心念佛了 又再出发 不用怕,出发的 机会有很多次 最重要的机会有很多次 我时时退心都不要紧 最重要的,最重要是退到最后那次 才能识得回头 对不对 那我还有时间 80岁一日试 随便,还有时间 法师说,我90岁才要念 你没有90岁呢 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结论世界 为什么会容易去呢 因为阿弥陀佛就是说 我们众生这个世界 众生上上落落 你念过阿弥陀佛都想上落落 何况要我们读那么多经 经修那么多行修那么多观 对不对 怎样不想下落 念佛这么简单都想上落落 什么想上落落 念下不念下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容易 迟些念 退休才念 对不对 退休又忙了 退休都忙的 所以今天就要想办法念 忙中都要念佛 懒的人更加要念 简单 忙的人更加要念 没有时间 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念 你只要念 阿弥陀佛 你记录世界的年花 所以要知道 念花是怎样的 你想想你没有念佛 我记录世界的年花 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呢 青光啊 黄光啊 白光啊 是什么 就是这个 有不同的颜色 所以始终年花 大于车轮的形容 为什么大呢 因为极乐世界的众生出生 其实他的身体就是壮大的 和我们相比 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现在来说 我们这个众生 就是小人角 不要说和极乐世界众生相比 和天人啊 帝式众生相比 我们都少了 真是小人角 所以这个年花呢 年花是什么呢 微妙香结 所以年花呢 代表了什么 出于污泥而不然 佛尚事说法呢 就是用年花作为一个比喻 而年花呢 在佛教里面 欢喜用年花作代表佛教的教花 在印度的人都欢喜年花 因为年花出于污泥而不然 微妙的 为人火欢喜的 年花呢 你摸下去呢 其实是什么呢 很柔软的 比起其他任何的花都柔软 所以年花呢 是非常之荣妙的 因为它是我们众生 修行之后 去到极乐世界出生 就是在年花化生了 是我们的胎 是我们透过年花 而在极乐世界出生 所以古时的大德话 我给我们知道 念佛法门呢 虽然是义行门 都是要去收 念佛呢 一定会消除业障 只要自成念佛呢 一心不怨呢 肯定可以转凡心 转凡夫的心 向于极乐世界的清淨心 所以极乐世界这个 这个年花呢 有四种的颜色 四种的光明 就是青色的年花呢 就是会产生 青色的光 是不是 白色的就是白光 因为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它都能够呢 极乐世界众生 去到极乐世界众生 去到极乐世界众生 非一般的凡夫 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来说 现在我们是凡夫 死的时候 都好像是凡夫 但是念佛念到一生不乱的时候 由阿弥陀佛接引你呢 当下已经非一般凡夫了 为什么非一般凡夫呢 去到极乐世界众生 只要能够在莲花那里出世呢 其实呢 就是能够 极乐世界众生出世 它是 跟我们相比 能够生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都是菩萨 所以下面的经文里面有说 生到极乐世界众生 都是什么 声闻原觉的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这里 你念佛念得道 念佛念得 一生不愿 去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起码你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接引你去 那你立刻呢 可以什么呢 入于正定罪 正定罪呢 是正确的禅定 入于禅定之中呢 正定罪呢 就是进入了三言十识的菩萨 当然 佳慧又不同 佳慧是什么 程度又不同 已经非一般的了 最浅慧的 信慧的菩萨 最浅的菩萨 最浅的是信慧的菩萨 慢慢慢慢 有些功夫深一点的 是十读十行 十回向的菩萨 或者是十地的菩萨 所以去到极乐世界呢 三言十性的菩萨 所以其各众生呢 都是大乘根性的菩萨 所以为什么有四种的菩萨 已经是延圣的菩萨 你才可以花开见佛 才可以有机会花开见佛 所以当我们九品往生之中 如果九品往生之中 上品上生下品下生 上、中、下、各有三品 九品往生 如果我们看十六观经 上品上生的人 是很修行的 中品上生 上品中生 上品下生 都是好的 好之中当然也有些分别 为什么 这是我们修行的功夫 不是阿弥陀佛偏心 我喜欢你 漂亮点 我就给你上品 你不要那么漂亮 不是 是自己的修行 去到极乐世界 每一个都庄严的 是吗 都是庄严上好的 所以 为什么说 都是庄严上好的 我们读阿弥陀佛的赞佛计里面 是不是有说到 八毫远转五衰微 是不是 为什么 你想想 佛的毫光可以照耀 十方世界 你说他身上多巨型 所以 因此他的众生 虽然与佛相差很远 但是也不错 因此生到极乐世界 九品往生之中 上三品是好的 好修行的人 持戒修福 能够 所谓持心不杀 能够 具足重戒 尝试孝顺父母 敬事师长 持心不杀 具备这个 种种的善行 五戒十戒 造足 尝品上是正常的 又发菩提心 已经懂得发心 修行成佛 不过未能成佛 所以去到极乐世界众生 花开见佛 即时花开 即时见佛 中品来说 中品的众生 中三品 也有 它是什么呢 菩提心发得不够 发完 你不记得了 或者完全都没有发菩提心 那 想了 像了 像我了 大家都知道 我也是了 发了菩提心 是不记得了的 不记得了都发了 或者都没有 不懂得发菩提心 但是 行不行善修复 世间的人那种行善修复 有空就做一下 我都乐以行善修复 哎 要我念佛 就是这么辛苦 就别了 做这么多的修行 就不好了 发菩提心中心 无边世愿到 这种我未有因缘 未有因缘 去接触 不懂 但是 一接到的时候 一碰到佛法的时候 我懂得念佛 我发心念佛 那这一女呢 她也继续念佛 她说布施慈悸修行 做不做足啊 还不做足啊 布施有做 不过呢 就是用一个世间人的心 世间的一种福德 好了 终品 都不错了 去到基督徒世界 是不是即时见到阿弥陀佛 不是阿弥陀佛偏心 未够资格见我 是我们未够资格见他 就是等于 一间学校的门口 都打开的 是 字都不认识多个 是否只能入幼稚园 如果我们说 不是啦 我来了几十岁 走到幼稚园 那我们要读书 由于什么学校呢 夜校 人家读完了 不读了 晚上有时间 行了 你喜欢 进来读一下吧 那也好 比没得读 对吧 对吧 那你见不见到 早上那个校长 当然见不到 见到一些兼职的老师 我也是校长的 那你是什么校长 你不是真正的校长 不过都是老师 起码有心去教育人 对吧 都是老师 所以 中品的人 出生的时候 看到什么 看到菩萨 对吧 都不错了 不错了 看到菩萨 所以 清淨大海众菩萨 清淨大海众菩萨 除了观世音菩萨 除了大世智菩萨 这些我们所认识的 还有很多很多菩萨 总之又有人去招呼你 对吧 好了 夏品的 夏品也不错的 能够去到也不错的 不过这样 我们不应该想着夏品 夏品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信佛 之前不知道 不知道 一世人都不知道 都不懂得信佛 也没有什么行善修复 不信佛的人都有行善修复 但是不信佛 他又不懂行善修复 糟 还作恶多端 是不是 好事没有他份 坏事一大堆 我都最差最差的 五亿十我都做了 不是 落地狱 是不是 但是他好彩 其实这个好彩也不是谋言的 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好彩 僥倖的心 其实他过去有善吉 今生迷失了 遇到恶的因缘 变成了一个恶人 做恶 这个说到十五亿十恶 其实可以说最严重的这一类 没有那么严重 可能也是恶 好了 他有过去生的因缘 在他临终的时候 所谓临终 不是说死过一刻 不一定是死过一刻 最差的就是死过一刻 但是可能之前几年 就是年老的时候 不觉意遇到佛法了 遇到善知识教导他 哎呀 那时候 做恶又没力了 算了 老老虾 挺好的 做恶又没力 你去打架劫舍吗 你还去带白粉吗 去不了武力了 找些伸手敏捷的人 那时候 真的退休地退了 为什么 你想做了 没人找你了 开始成功了 又要遇到善知识 你念佛吧 念佛好 我想一下 我周身罪业都想想想 听听下 哎呀真是糟 但是我自己真的 前半生日做了这么多恶 怎么办呢 忏悔 首先你们懂得忏悔 忏悔好的 忏悔之后 你说我忏悔了 但是忏悔之后 你有一个忏悔的心 有没有得重新来过 在现实来说 自己搞定自己都搞不定 如何去帮助众生 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有心去忏悔 没有时间去行善收复 没有时间了 甚至最差的是 可能病我于床上 有一个悔过的心 只有一个心 没有时间去插 去做一些行为 去弥补过人 去行善收复 但是心里面 我可以念佛 往生静土 认识阿弥陀佛 认识阿弥陀佛 认识有一个心 好了 我就 忏悔之余 诚心忏悔 专心念佛 这个人可不可以往生静土 都可以 下品 最差的是下品下生 好一点的下品中生 再好一点的下品上生 下品也有三品 所以不要经常想 我下品下生也好 你还凶吗 你准备打家劫舌 不是吧 我们持五戒十善 持不得到一百分也好 起码 都有一些分 还要负分 还有五亿十恶就有份 不是吧 所以不要经常想着自己 下品就好了 千万不要这么想 一定要找个上品上生 没有因缘上品 上品下生也好 中品也好 所以一定要弄清楚这一件事 但是能够生结落世界 形架是好的 那这类的众生 去到哪里 去到结落世界的边界 边界是什么呢 唉 未能够花开建佛主 为什么 边界是这张 即是它的莲花 有一段时间才开 这段时间开 在经里面的十二小结莲花才开 住胎住得久 但是这样 好过我们在母亲的肚里面 哎 真是 动都不能动 是不是 动得的 你的胎就经常听到别人说 那个手动了 脚动了 是不是 不过有限度 在莲花里面 怎样都好 在胎里面 那在那里做什么 呢 念佛修行 惭悔 你想想 还可以念佛修行 惭悔 那当然很阔大 就是等于有福的人住一间房 我住一间房 而已 一间房都比我们一间屋 大 是不是 所以 这个是什么呢 莲花化生 那这个下品的众生 他都有什么 有一个莲花 那他翻开见佛见到什么 是啊 菩萨 但是当他十二劫之后 他就可以见到什么 阿弥陀佛 为什么 善果成熟 修行的功夫 出现了 你都要积功累得 所以在佛教里面 是说一个 就算我们讲义行道 讲到极乐世界 其实 他都有因果的 不是说 你又念佛 我又念佛 你又去 你作恶多端 你以后那几年 或者那几天 发心就去了 极乐世界 几十年 很不公平 公平的 绝对公平的 所以这里讲 四种的颜色 四种的光明 是什么 代表了三言十性的菩萨位置 是吧 菩萨位 去到 所以 十住十行 十回向十地 四种的颜色 代表了 这四大类的菩萨 所以为什么 一去到极乐世界 你已经是住地的菩萨 即是说 最淺的阶位 都是住地的菩萨 住地的菩萨 是什么 初住的菩萨 十住的菩萨 所以 即是说 即是说 已经超越了什么 超越了十逊位 所以 这个就是 极乐世界的环境 那个众生 即是出生的环境 就是这样的 所以 这个世界来说 我们的极乐世界的莲花 有四种颜色 青黄色白 四种颜色 是微妙而香结的 所以 我们明白了 这个极乐世界的环境 是如是美好的 摄地菩 极乐国土 成就如是 功德庄言 这是一个总结 讲完这一段 七重难寻 七重罗网 这个环境 七保持八公德水 莲花的那种 微妙香结之后 讲出了 慈国莲花的一种微妙 到这里 熬一段落 即是等于我们的 写文章一段一段 去陈述 所以 摄地菩 佛又叫了一声 摄地菩 佛每一个地方 都会叫一叫 摄地菩 为什么 提醒精神 即是 又有新的东西 有新的一段 就是 佛呼摄地菩 讲出 极乐世界 成就如是 功德庄言 讲出极乐世界的 七重难寻 七重罗网 七重寒树 以及七保持八公德水 还有 流角的庄言 种种庄言 这些都是什么来的 如是 这种庄言 这种庄言 就是 上述所说的 所谓 难忘 流角 寒树的庄言 七保持八公德水 莲花 大鱼车轮 这种种种美好的环境 这种种庄言 是怎样来的 如是 上面所说的这种庄言 都是阿弥陀佛 在法藏彼佑的时候 所发的大愿 发愿之后 他就继续要 真的踏实去修行 所以都是阿弥陀佛 恩中所发的愿 所修的行 一个 即功累得 所以成就的 所以 当知道 愿行是因 福德庄言 就是一个果寶 所以这是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愿力所感的果报 有如是因 有如是果 如是我们要去到极乐世界 能够受这种果 其实我们也要有这个因 什么因 念佛为因 好了 在下面就说到 花乐共养 由射利佛 彼佛国土尚作天乐 这是音乐的乐 黄金为地 周夜六时 与天晚陀罗花 祈祷众生 常以清诞 国以医革 圣众妙花 供养他方 十万亿佛 即以食事还道本国 饭食经行 说到这一段 说完之后 射利佛 极乐国土 成就仪式 功德庄言 还有这一轮庄言 我们就讲讲 这一段 就是讲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淨土 事事都有 天仲 自然奏恶 天恶 有天恶 天花 这个恶是什么 音乐 显示出音乐 非一般的音乐 美好的音乐 其实说真的 天恶 天上的花 不能够和极乐世界的恶 不能够和极乐世界的花相比 不过 和我们凡夫说 用什么来形容呢 真是天上有地下无 真是天的音乐 形容这个音乐的美好 你要知道 天上的音乐 都是凡间的音乐 如何足以和阿弥陀佛的功德相比 不足以的 不过 和我们说 我们怎么说 你说绝乐世界的音乐是什么 不明白 你说天恶 是美好的 好过我们的 是不是 我们立刻可以理解到 但是真真正正的来说 我们说绝乐世界的音乐 绝乐世界的花 肯定比天上的音乐 天上的花 不过对我们说 我们能够意会动 能够感受到 那个美好 天的音乐 所以这里说 就是说出 在绝乐世界 时时都有 天众 有自然的乐声 音乐的音声 柔和的 还有 天花 被一般的花 在空中 纷纷而落下 所以说 雨是什么 雨 不是落雨的雨 雨就是天上散花 就像落雨那样 这个是雨 天雨补花 那用来做什么 供养佛 供养主大菩萨 所以 如何供养呢 你要看一下 所以经文 上面的经文就是说 就是 比佛国土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正土 常作天乐 时时都有 好像天人奏乐一样 自然的 天的音乐一样 美好的音乐 还有呢 极乐世界的土地是什么 黄金为地 而且极乐世界呢 周夜六时 在印度 我们现在说 日夜有夜死小时 但是 在印度的人 当时就是 日夜 分为六时 初夜 中夜 后夜 日 初日 中日 后日 就是分三角 和中国人的分不同 中国人十二时辰 对吗 十二时辰 到一小时辰 其实是不同的 划分 总之就是一个日夜 好了 不管如何划分 也好 周夜六时就是日夜 日夜的时间 也有什么 雨天曼陀罗花 曼陀罗花 是叫舒适花 色耳花 非一般的色耳花 天上有地下梦 形容它的美好 但是也是同样一句 天上的花更美好 不能与极乐世界比 但是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理解的 天上的花是最美好的 因为极尖美好 今天 这些花 散落来 有什么好处呢 祈祷众生 常以清诞 那里的众生 在日间的时候 清神的时候 就每一个众生 就各以医甲 哇 这么多花 就用自己的衣服 医甲呢 医甲 就是用自己的衣服 不用拿东西来装 即时捧着 各以医甲 圣众了花 圣呢 就是装着 就是 新的手 就像我们落雪 当然不是雪 新的手就拿着花 用什么呢 用自己的衣服 来作为一个器皿 装着 用来做什么呢 圣众妙花 就是装着 摺着天上散落来的花 用来做什么呢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不是一尊佛 两尊佛 供养他方诸佛 很快就回来了 所以菩萨显示出 在极乐世界的众生 他天天做什么呀 每天天做 朝早的时候 山下布的时候 念佛 念佛 念僧 都是修行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供完佛之后呢 回来 即以食事还道本国 即是时间很短 就可以回来了 回来做什么呢 饭食经行 该食的时候吃 吃完之后呢 惊行 即是做种种的修持功夫 到那里 这个是讲 极乐世界的一个环境 或者我们会问 极乐世界 黄金为地 这个眼所见的色塵 都是好的 雨天晚陀罗花 眼所见 地所闻的一个花香 散花供佛呢 身根所的畜塵 花散下来 饭食经行 尾塵 这是与我们世界相比 我们美好的 曼陀罗花呢 色异花 微妙的 莲花 其实是莲花的一种 莲花呢 曼陀罗花呢 在印度来说 有曼陀罗花 大曼陀罗花 摩康是大的意思 有曼陀罗花 摩康曼陀罗花 就是白莲花 红的莲花 莲花呢 大致上有两种色 就算我们来这个世间 莲花是否有白色 莲花亦有红色 最常见的 散花呢 散春白莲花呢 它是微妙香结 用来什么呢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所以 这里就是透过这个形容 说出极乐世界的美好的环境 那个众生的一种喜悦修行 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的美好 现在渐渐说到人 那个人说众生 当然不是我们凡夫的人 这些菩萨的修行 就是说出极乐世界众生的修行 是什么呢 国以清诞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即是其实呢 去到极乐世界众生 是什么呢 超越了十信慧 十诱 十行 十回向的境界 或者有些是大菩萨 即是等于你去到大学里面 你是大学一年班而已 初初进来都不错的了 都懂很多东西了 是不是 那你是四年班就来毕业了 懂得更多了 是不是 还有很多教授级 都在这儿走来走去 更懂得更多了 好了 你初进来初来报到的是什么 大学一年班的学生 懂东西都不少 起码 在社会上他属于什么 知识分子 是不是 有学知识 你是什么 大学生 什么大学生 一年班 是不是初来报到 你不要小看他 有识知识 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去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有浅慧的 浅慧的菩萨 即是说 比较初阶的菩萨 都不错 所以既然是圣慧的菩萨 十注十行 十回向地 十注的菩萨 初注以上的菩萨 他都有什么 有神通力 因为有神通 所以可以在撒那之间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即时可以供养 快速 为什么 因为他有神 显示 那里的众生 有神通 非行自在 饭食精行 饭食就饭食 精行就是精行 告诉我们 其实也显示出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不离修行 亦都说给我们 或者我们反过来说 会清楚些 可以说 修行就是在日常之中 日常之中 吃饭都不忘修行 不离修行 我们吃饭就吃饭 吃饭就是贪吃 好吃不好吃 为什么你煮的东西 那么难吃 是不是 好吃啊 为什么这么少 贪亲痴出来了 但是修行来说 我们可不可以吃饭 怎么可以 在世界上这样 大家有没有参加过 什么八观济界过堂 一计功多少量 比来次二传 几得肯全结困 更三防心离国 贪等为终 不是修行 是不是 你吃的时候用心吃 用一个感恩心吃 用一个防心离国 不要贪心 是不是 防心离国 防止心生起烦恼 不要生起贪心 亲恨心 对 那还要记住什么 正是良药应受此食 是不是 我们要知道 所以一计功多少量 比来次二传几得肯全结固 更三防心离国 贪等为终 四 正是良药 为了迎夫 是不是 为什么 吃饭就是我们需要 需要就是吃 是不是 为成道劫应受此食 是不是 所以 这就是修行 不过 就是要有意识的修行 为什么 提醒自己 打圣精神 要记住这一点 为什么 是不是修行 凡夫 极乐世界 很容易 很自然 为什么 人家这样做 我这样做 就很自然的生起 所以 说明 这是什么 极乐世界的环境 就是这样 所以 佛又叫他 赞叹极乐世界的众生 极乐世界的环境 天乐迎空 天花散落 恭敬供养的庄严功德 这些功德是什么 极乐世界 国土成就感的功德 连众生修行 吃饭 早上起床 都在功德之中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在这里说 不单是 叫我们认识 极乐世界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 菩萨都要修行 菩萨都要供养 我们凡夫要不要供养 都要 所以 在家的人 要认识要供养三宝 事实上 出家人都要供养三宝 那 供养三宝 叫什么 供养自己 三宝 我就自己是三宝 供养自己 你都一样供养三宝 在家人的龟依三宝 出家人都龟依三宝 龟依什么 龟依二宝 这是错的 出家人都要龟依三宝 出家人都要龟依三宝 不是龟依三宝 所以 在家的人供养三宝 所以 在家的人供养三宝 出家人都一样要供养三宝 不要说 哎呀 你初发心供养多些 我发心很久了 我是老居士 我还要多供养多些 这个才对的 于是 初发心要多听经 发心很久了 老居士更加要听 是不是 这个是对的 你想想 菩萨修行已经去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不懂得讲经吗 为什么不听阿弥陀佛讲 阿弥陀佛讲 要去到十万亿佛国土去供养 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明白 明白这个 菩萨修行 在日常之中去修行 所以 在琴鸟说法 还有呢 除了琴鸟说法之外 雀鸟说法 在极乐世界里面 众生雀鸟说法是什么 就是 伏似摄利弗 彼国神的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这个鸟是怎么来的 是说法 为什么雀鸟会说法呢 是不是好似我们来说 五斤五厘 五斤是什么 信尽念定位 怎么怎么 是不是这么说呢 说人的话 其实不是 好了 那我们下一次 讲化琴说法 究竟是怎么说法的 为什么 还有 还有呢 风吹草动的音声 红树的音声 又说法 难道那些树叶 好像CD那样 播出一些佛法给我们听 是不是这么说法呢 不是这么说法 应该是怎么说法呢 那么 听阿弥陀佛说法 又是说法 听音乐又是说法 听风吹草木的音声 又是说法 那就很满了 这是我们凡夫的心想 肯定不是这么说 怎样说呢 下一次讲 我上一次 就告诉大家 本来就 编了出来 不过我因为今天肯忙 所以我也是刚刚回去 才搞定了 冲冲出魔 那我呢 总之在第三课 或第四课 我就会印好 贴在这里 你们自己可以去印 好吗 可以给大家 有些没有说到的 但是因为我做的时候 既然有这个资料 我就做了出来 做出来有些说不及的 但是这里都可以看 很容易看的 写得出来的东西 就让大家都容易看 好吗 好了 那我们呢 就是一齐 我们就说到这里 就是一齐 就是 回向 好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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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共成佛道 佳共成佛道 好 那我们下个星期继续了 请再加些了 大公里 再画些 我没得到 那我们下个星期继续 公众法师回来 好 好 谢谢 我没得到